海豹突击队竟敢在东欧地带闹出如此动静 是因为此次任务根本不受日内瓦公约限制 一个月前 海豹六队前任队长被恐怖分子恶意报复 如今躺在重症监护室内生死威伯 这场意外无疑让六队成员们大为震怒 并且当时还录制了视频被上传至圣战网上 同时美方的威严因此大受影响 不意外的这则事件引起军方高度重视 然而中情局很快追踪到这起事件的幕后黑手 目标位于东欧地带图兹拉波斯尼亚 军方为了确保任务的顺利 特地给这次任务解锁了行动最高权限 这就意味着 敌人即将面对的是火力全开的美式打击 很快行动开始 六队成员当即驾驶两架小鸟直升机 和两架黑鹰直升机进行组结 不料目标竟调转车头驶入蒙田 面对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敌人 六队成员正准备动用火力覆盖给恐怖分子物理超度 CIA女探员却传来了刺耳的声音 没办法现在必须活捉目标人物 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将车辆逼停 将司机精准击杀之后 黑鹰直升机准备降落实施搜捕 不曾想这事意外发生 好在有机无险 全员无伤的安全落地 后面小鸟空中侦察的队友消息得知 目标车辆不知为何久久没发出任何动静 面对敌人的异常 全员迅速戒备 柳条不稳地朝着敌人方向前进 没想到刚一靠近武装分子就发起了偷袭 但在海豹六队成员眼里不过是垂死挣扎吧 就在这时高价值目标出现 全员立即动身追击 然而面对美军如此大规模的抓捕 目标完全没有可能逃出 但他们不会知道 敌人也根本没想过活着离开